胡瓜我是覺得他這個人啊 有三點 三點 第一個他聰明 第二個刻苦耐勞 刻苦耐勞 第三個他愛錢 所以他能夠在歌壇裡面 我們這個主持界裡面 觸紅原因是最大的原因 小燕姐是我跟他主持這麼多 站在旁邊 欸 這樣 這麼久一段時間裡面 我覺得他真是蠻照顧我的 而且他主持的風格屬於是 他的機制反應當然除了快以外 最重要是他的主持能力很強 那胡瓜是因為他機制反應很快 我覺得兩個都各有優點 那他們兩個如果要選擇的話 真的難選擇 很難選擇 可是我一直覺得別人的老婆比較好 如果真的要讓我再選擇一次 我選擇飛哥 好壞喔 不要以為我們會有同性戀的傾向 飛哥很早就戒掉了 真的 哈哈哈哈